嘉義官藝術更點 古典音樂魔法屋 好玩音樂提供家圍 由副館六里明月主持啟動醫師 希望能夠加油組完整合的方式 進入行方提供藝術 向父母對音樂教養的體驗 那今年的主題是 藝術光點的音樂魔法屋 那透過古典音樂讓我們的偏鄉小孩 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資源 不會輸給我們城市學校的資源 可以來認識古典音樂樂器 音樂家跟一些非常好的作品 我想這是嘉義縣小朋友的榮幸 那我想我們小朋友會認真來學習 來未來 真的搞不好在裡面就有未來的音樂家 可以變成台灣之光 我是嘉義縣太保鄉 以前是太保鄉的碑鄉村 就是冰花咖啦 那我是從那地方長大 這個創業有成之後 我們也希望能夠回饋鄉里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科技公司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科技跟藝術做一個結合 因此我們就利用科技的方式把藝術 就導到我們嘉義縣的偏鄉的國小 副館長說感謝營養科技 給藝術親節提供到平衡的學校 保養學生技術欣賞的零零和幸福 讓美學教育可以向下定經 台湘新聞環培以蔡宏報道